你有没有想过魏龙凭什么能成为辣条之王 这个故事要从1999年说起 魏龙的创始人刘卫平在河南开了一家小作坊 专门做辣条 由于口味不错 他的生意还可以 几年后他就攒到了第一桶金 小作坊也升级成了辣条厂 这是刘卫平满心欢喜的扩大生产 可他没想到的是第二年 辣条行业就出事了 2005年央视曝光了一些生产辣条的非作坊 他们不仅环境恶劣 用料也很不卫生 顿时辣条就成了人们心中的垃圾食品 在全国整治下 很多辣条厂相继到 可以说辣条行业进入了一个黑暗世界 而此时刘卫平却做了一个决定 开启了魏龙的逆袭之路 他顶着压力继续砸钱 建了更多的辣条厂 并严格把控产品质量 他相信只要生产出好吃又卫生的辣条 就一定能占领市场 不久后 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魏龙在河南逐渐打开名气 加上网络宣传 他越做越好 直到2019年 魏龙的营收已经超过了49亿 而刘卫平也成为了真正的辣条教父